生意要是不好 找我就是 也不留下性命 去一下 叫人家到哪儿去找你 到户部找我就是 户部什么官啊 户部主事 海瑞 海瑞进京 先给家境皇帝清定的六臂菊 添了字 改了意 按照司礼监掌印太监吕芳和新任内阁首府徐杰的说法 海瑞这世才替家境皇帝证人心而敬服言 可在家境皇帝看来 海瑞这是受了豫王的指使 是对皇权发起的挑战 而替海瑞说话的吕芳和徐杰则更是靠向了豫王 此时的惊舍之内没有了严松 家境皇帝第一次感觉到了储君对皇权的威胁 家境皇帝决定出手了 我大明朝有胆子的不少 有良心的不多 至于那个海瑞到底安得什么心 是不是良心 朕不知道 或许豫王知道 他既是豫王用的人 你们就把他说的这几句话送给豫王 让他抄喽 罗上款 再磕快扁 送到六鼻居去挂上 看看还有什么敷衍 很明显 这道命令在敲打豫王 老子只是病 并不是甭 大明王朝还轮不到你说三道四 吕方刚要伸手去接 家境皇帝却阻止了他 说道 不用你去 叫陈宏进来 家境皇帝已经怀疑吕方靠向了豫王 怎么可能将这样的任务交由吕方去办 一直在殿外等待的陈宏答话了 注意陈宏跪的位置 金社门外 陈宏的目的很明显 装作怕于吕方的权威不敢进入金社 在大领导的面前废拒于二领导的权威 这可不是懂规矩之理术 而是赤裸裸的捧杀 陈宏的捧杀果然奏效 家境皇帝立马怒了 这句话很明显是说给吕方听的 家境皇帝对于吕方的不满已经公开化 只不过这一切都只是家境皇帝的刻意安排而已 还是那句话 对待吕方 家境皇帝是讲感情的 只不过严松离开了 徐杰和吕方又都明显站到了豫王一边 这让家境皇帝极为不安 这种不安和有没有钱无关 而是关乎大明皇权 关乎家境皇帝安身立命的根本 所以 家境皇帝想要牢固掌握皇权 就必须立马安排三件事 其一 敲打豫王 让这位大明皇储老实点 安分点 其二 斩断豫王符合宫中的联系 让冯宝这个中间人一边两块卷 其三 让吕方下课 让陈宏上位 斩断豫王必绑的同时对清流党形成制约 所以 家境皇帝对陈宏如此安排道 三件事 先把海瑞写的这幅字 送给豫王叫他抄了 落他的款 可快扁 送到六笔区去挂上 很明显这是在敲打豫王 别那么多事 老老实实做你的皇储 大明江山早晚都是你的 然后再去镇府司 告诉那些奴才 东厂镇府司都归你管 凡事都要向你禀报 再有谁越过你 向别人告状的 你知道该怎么办 进一步削减吕方的权力 让陈宏上位 立威 以求达到迅速掌握司令间 并最终彻底取代吕方 通过后面的剧情发展 我们知道 嘉禁皇帝的最后一道命令 就是处置冯宝 将冯宝发配到朝天官府 虎役 镜头一转 陈宏来到豫王府 见到了正在枕病的豫王 宣布了第一个口语后 豫王一脸蒙圈 无论在剧中还是原著小说中 海瑞在六壁居的所作所为 豫王确实不值 所以豫王问到陈宏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点也不明白 回豫王爷千岁的话 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都是那个新任的护部主 是海瑞吃饱撑的 刚进京就到六壁居 写了这几句话 还说什么是为了替皇上 挣人心而敬福也 奴婢揣摩着皇上 是认可了这几句话 这才叫豫王爷写了挂到六壁居去 陈宏在大明王朝最为纯粹简单的所在 心里满是对权力的追逐 为扳倒旅方取而代之 为成为私立兼长印太监 而不惜一切手段 对别人狠 对自己狠 陈宏才是真正的立志人物 豫王再怎么犯错 也是大明王朝的皇储 铁定的下一届大明CEO 陈宏想要成为长印太监 要顺从嘉靖皇帝 但想要长长久久 就必须伺候好这位大明皇储 所以对断豫王 陈宏绝不敢有半点不敬 第一道口谕的来龙去脉 豫王算是弄清楚了 可嘉靖皇帝为何要将这件事 扯到自己身上 豫王仍没明白 于是豫王接着发问 对于豫王的这个问题 陈宏如何回答 安抚豫王叫篡改圣意 死罪 敲打豫王叫挑拨嘉靖和豫王之间的父子关系 死罪 不偏不移的回话 嘉靖父子之间 哪里需要一个奴才或悉尼 这更是找死 所以陈宏也只能给出一个 万分皆可回的答案 这个奴婢就不敢妄自揣摩了 天心难测皇家父子 奴婢不知道 也不敢猜 陈宏不说 豫王也没办法 一阵寒暄以后 豫王拿出了随身佩戴的玉佩交给陈宏 这是 跟了我多年的东西 赏你吧 来看陈宏的表现 立马下跪 表情诚恳 奴婢没有功劳 怎敢受王爷如此厚礼啊 陈宏的这句话有着两个作用 其一 这是面对尊者赐 该有的谦卑态度 其二 豫王此举无疑是拉拢陈宏 只是并未明确而已 对于权力欲望极胜的陈宏而言 他巴布的这样的拉拢出现 只是他需要豫王给出明确的说明 主动靠拢和被动拉拢 还有着巨大区别的 豫王接着说道 难得你替本王伺候皇上 这便是天大的功劳 拿着吧 好了 给出原因了 你是替本王伺候皇上 将来照着放亮点就是功劳 第一道口谕结束了 陈宏开始进行第二项工作 遣送冯宝 王爷 您正在病中 可圣命又不能不说 有什么事 说吧 皇上对王爷府上有个人十分不快 叫农备把他送到朝天罐扫地服役去 谁 冯宝 一听这个名字 豫王妃先不乐意了 甚至连豫王的阻拦也不予理会 大声喊道 父皇怎么会有这样的旨意 谁在父皇那儿尽谗言了 住口 我不住口 父皇就这么一个孙子 也只有冯宝能带好他 谁这么没有心肝要坏我住家的事 眼见豫王妃就要揭开这层万万不能揭开的窗户纸 豫王又阻拦不了 急火攻心 竟一下昏倒了过去 好在李时珍就在豫王府 一阵慌乱以后 豫王醒来 第一句话就是 还是那句话 黄泉和黄楚本就是有着天生的对立面 不管因为什么原因 对抗圣旨都是极不明智的选择 此时大明朝最大的就是嘉靖皇帝 有些事今天可能做不到 明天就能做到 此时的豫王 需要绝对的顺从和隐忍才行 传个口谕 竟然把豫王气到昏倒 刚刚和豫王建立的较为缓和的关系 陈宏自然不愿将这种和谐打破 赶紧下跪告罪 王爷王妃冤死奴婢了 奴婢也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圣语 千差万差来人不差 奴婢真正里外不是人了 惹出了事就赶紧甩锅 嘉靖朝上上下下必须精通的基本本事 豫王也知这并非陈宏之过 只得缓缓说道 不怪你回宫复制吧 陈宏来到院中 找到正在陪着小万利捉迷藏的冯宝 开始宣读第二道口谕 你这奴婢在宫里当差便不守本分 飞扬跋扈 朕听了吕方求情才将你送给豫王 实指望你喜心革面老实当差 你竟然秉性不改 多次遣返进城王府之间暗地消息挑弄是非 而知祸心朕人有日也 姑念你伺候世子不无威老 朕也不杀耳 送你到朝天罐服苦义去 三清上仙或可以无上法力 化解而知蛇蟹之心 卓陈宏 传旨后 即将这个奴婢逐出王府 借往道观 不得稍有逗留 亲此 家境皇帝到底是精通帝王心术的天才 这道口语给的可谓滴水不漏 明确了冯宝的罪行 敲打了豫王和吕方之间的联系 还没忘了褒奖一下冯宝伺候小万丽的功劳 好了 万丽四人组之一的冯宝 第二次遭受重浅 好在并未丢命 只带来日崛起一盏雄风 小万丽虽然听不懂口语 但从众人的表情来看 也知道要把冯宝送走 于是小万丽拼命阻拦 紧跟而来的豫王妃劝着小万丽 陈宏也赶紧劝说小万丽 一阵颓层之间 豫王妃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 一巴掌打在了陈宏的脸上 是 够奴婢 竟敢动世子爷 还敢说出世子爷乖这般大逆不道的话 这样的话也是皇上教你说的 还是你这奴婢自己说的 慌乱之中 陈宏确实说错了话 敢用哄孩子的话来哄主子 说轻点叫僭越 说重点就是大逆不道 豫王妃找到的发泄理由合情合理 只不过陈宏已不是昨日的陈宏 而是即将掌握私立间的显赫人物 岂能再受这等冤枉期 想到这里陈宏开始反击了 表面上看陈宏只是紧罪 但却一再抬出皇上来压制 这波顶罪竟把御王妃气哭了 小万利哭 御王妃哭 陈宏则一个劲的叩头 心如刀脚的冯宝只能说话了 都是奴婢惹的祸 主子可千万不要为了奴婢伤了自己的身子 误解了陈公公 主子 奴婢求主子了 小万利和御王妃是主子 陈宏是顶头上司 冯宝只能将这个锅揭过来 希望能缓解当前的困局 陈宏这下彻底慌了 心中有气又不敢发作 只能赌气说道 奴婢到底做错了什么呀 王妃一不成功 奴婢我死去责罚自救 我死去责罚自救 接着陈宏开始疯狂自虐 冯宝一看这还了得 陈宏是来传旨的 不管人为什么受伤 都会让嘉靖皇帝 对御王的猜忌更甚 很明显 陈宏此举乃是想要逼迫御王妃让步 乃是用作威胁目的的 只是冯宝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待御王妃 对待小万利 冯宝还是有感情的 想到这里 冯宝赶紧阻拦 我们来看御王妃的最后一集 冯宝 你住手 你让他打 走开 他不是在打他自己 他是在打我 那要是还不借机 就把御王爷爷请出来 我们朱家的人一个一个都让他收拾了 大明朝断了字绝了孙 让他一个人伺候皇上去 这个帽子扣大了 这不再是家境和御王之间猜忌的问题了 而是直接给陈宏扣了一个挑拨 谋害皇族的大罪过 主仆之间本就有着明确的分界线 占据主子优势的御王妃到底还是控制住了局面 终于见识到这位御王侧妃的厉害 陈宏被彻底征服 只能求饶 这一次没人再敢求情了 如果不是张居正及时出现 陈宏恐怕真得磕死在御王府 张居正来了 御王妃又变回了小女人 转身离开 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后 张居正命人扶起陈宏 到底是私里间的大佬 张居正也不敢怠慢 张公公 怎么会有这个量子 有药吗 赶紧取些药来 陈宏缓了一口气说道 不必了 张大人既然看见了 就请在豫王爷和皇上那里 替萨家说几句公道话 皇上有指引 叫萨家将冯宝遣出王府 送到朝天官去服苦役 王妃和世子竟责罚萨家 天下无不适的主子 就是冤死了萨家 也没有话说 咱家这就去府门外候着 到底让不让冯宝去朝天官 请张大人替主子拿个主意 甩锅甩锅 只要有机会就要甩锅 和玉王妃弄到这个份上 陈宏自然不能再将冯宝带走 没想到张居正却及时出现 一口再合适不过的锅呀 冯宝的事交给你了 带不走冯宝就是你的罪过 你看着办 安抚好小万利送走了冯宝 张居正交给小万利一句话 有些事今天可能做不到 明天就会做到 万利 玉王妃 张居正 再加上一个刚刚被赶走的冯宝 今天或许有好多事做不到 明天却能掌控整个大明王朝 明天却能掌控整个大明王朝